高空坦跳的刺激快感 吸引不少人前来挑战 但是南投水里雀桥 有业者没有申请使用许可 遭到民众投诉 痛聘业者把这个雀桥 占为己有不顾其他旅客的权益 对此县府回应说 虽然没有收到业者的申请书 但是因为无法可管 也只能进行劝导 一跃而下 惊声尖叫享受刺激的自我挑战 南投水里雀桥上的高空坦跳 一早就有许多民众大胆尝试 想体验得要提早预约 游客几乎都是慕名而来 而光是周末早上就有20人来挑战 不过业者占据墙面通道 近期遭人检举投诉 控诉业者把雀桥站为己有 没有依法宣请 还收费营业好多年 似乎把公共空间当成私人营业场地 不只影响了其他游客通行 就连安全性也呈大问题 那安全的部分呢 百分之一百的安全 连整座桥我们都保了这个 公共意外责任性 因向场地所在 主管机关或管辖机关 申请使用许可 本府将加强管理督导 业者常调消费者的保险 全都保好保满 只是使用许可还在申请 对此现负责无奈表示 目前无法律可管 只能再劝导 不过这样违规经营 若不幸发生意外 找谁负责 民众恐怕要多想象 记得正如辰南投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